這顆紅蘋果在白光下是紅的 在黃光下是紅的 就算拿到綠光下 它還是顆紅蘋果 這段聽起來理所當然的敘述 裡頭學問可大了 因為這說明了 我們在認知上的一種機制 科學家稱之為 色彩恆常性 在這些不同的光源照明底下 其實呢 物體表面所反射出來光線的色彩 它應該有的變化是非常劇烈的 人類的色彩恆常性呢 這種視覺的功能 它使得我們所看到的色彩 不會產生劇烈的變化 我們可以把色彩恆常性 解釋成一種主觀認定的現象 因為色彩並不是真的恆常不變 以綠葉為例 日光下葉片中的綠色素 吸收掉日光中的長坡與短坡 只將中坡段的光線 也就是綠色反射進我們眼裡 而同一片葉子 在幾乎只有長坡的燭光下 看起來更應該是紅色的 物體的顏色明明受到光源影響而改變了 大腦卻因為記憶或先入為主的認知 自動修正色彩的變化 實驗室裡 科學家請受視者透過小孔 在不同的光源下 觀看孔內的紙張 對受視者而言 每換一次光源 紙張的顏色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而當受視者在正常無遮蔽的狀態下 看同樣的紙張時 不管光源怎麼變換 受視者的大腦都會告訴他 這是一張白紙 因為有色彩恆常性的存在 我們的生活才不至於眼花撩亂 如果我們人類的視覺系統沒有色彩恆常性的話 我們生活當中會有很多很奇怪的現象 比如說在看頭影片窗簾拉下來 等到這個影片放映完了 把窗簾一拉開 如果沒有色彩恆常性 我們會有知覺 怎麼我們周遭的人 突然間衣服完全換了另外一件 換了完全不同的顏色 因為色彩恆常性 我們對日常所見的事物顏色 有了既定的刻板印象 它幫助我們辨識物體 讓我們對色彩的認知不至於混亂 在大腦不知不覺的微調下 我們的世界才能那麼理所當然的多彩多姿